爱德华和康尼是一对恩爱夫妻 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这一天风非常大 办完事准备回家的康尼被大风吹得狼狈不堪 在拐角处和一个抱着一落书的年轻男子撞了个满怀 这个人名叫保罗 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康尼一家 康尼的腿在刚刚的相撞中被擦破 保罗邀请他回他家进行简单的包扎 保罗对待康尼礼貌又温柔 临走时还送了康尼一本书 书里的及时行乐十分有暗示性 保罗的身世又充满挑逗性 给康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家的康尼没有避讳地向丈夫讲述这一天的经历 不过没说自己去过保罗家的事 有一天独自在家的康尼无聊地翻起了保罗送给自己的书 竟然发现了保罗的联系方式 康尼外出通过公共电话打电话给保罗道谢 保罗再次邀请他来家里坐一坐 两人的感情又进了一步 康尼感受到了保罗一些亲密的动作 两人心知肚明 经过短暂的调情之后 康尼匆匆离开 为获得一点心理上的宽慰 康尼给丈夫爱德华买了礼物 并亲自送到他的办公室 面对丈夫的询问 他闪烁其词 晚上回家后也心不在焉 时不时地回忆起自己白天与保罗的浪漫相遇 第二天康尼又拜访了保罗 借口带些小点心给他 两人在家跳起了舞 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 康尼最终没能抵挡住保罗的诱惑 与他发生了关系 在回家的火车上 康尼满脑子都是两人的激情 在罪恶与羞愧中徘徊 生活还在继续 康尼一边享受着和保罗的秘密 一边浸泡在家庭的温馨中 他相信自己能将两边平衡 但随着康尼的正式出轨 丈夫爱德华也在生活中察觉到妻子的异常 他开始雇佣私家侦探跟踪妻子 并向妻子撒谎说要出差一天 结果妻子和保罗疯狂玩了一天 侦探拍出来的照片让他不忍直视 没过几天 开车去保罗家的康尼 在路边看到保罗和其他女人十分亲密 生气的他跑过来质问保罗 但也没得到想要的答案 康尼因为出轨整日魂不守舍 甚至忘记接儿子放学 对家庭愧疚万分的他决定结束这一切 但就在这时 丈夫爱德华出手了 他找到了保罗 两人非常平常地进行了谈话 但是保罗桌上的水晶球 彻底击溃了爱德华的礼制 那是他送给妻子的定情信物 忍不忍的爱德华用水晶球砸死了保罗 就在此时 桌上的电话机响起 爱德华听到了妻子 要和保罗分手的电话留言 双手鲜血的爱德华苦笑地站在原地 他十分后悔 又开始慌张地处理尸体 并将尸体丢弃在垃圾场里 保罗的死还是被发现了 警察找上门来 但是没有直接证据指向爱德华 得知死讯的康尼不禁深爱然泪下 他十分好奇保罗的死因 他从爱德华那里发现了自己出轨的照片 夫妻俩在互相试探中彻底坦白 但是这一切都完了 两人驾车停在警察局门前的十字路口 选择了自首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躲不掉的 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 如果身边有了解你的那个人 他就一定会发现你的变化 哪怕只是一个眼神的不同